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湖南当地特色的家常小炒 拆骨肉荷包蛋 做法非常的简单 做好的拆骨肉荷包蛋好吃又下饭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 首先咱们先准备半个猪头 猪头买回来以后要放到火上把猪皮烤一烤 把猪皮烧焦以后再刮洗干净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锋利的刀 把猪头皮和头骨分开 分割下来的猪头皮先收藏起来 拿来做成其他的菜 接下来起锅倒水 往锅中放一些姜片和葱段淋入一些料酒 把整块猪头骨一起放入锅中 烧开以后继续炖煮一个小时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些配菜 一块老姜切成小块 几颗大蒜也切成小块 几根蒜苔切成小段 然后再把青红椒切成菱形片 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再增加一些小米椒 接下来咱们先提前调味 往碗中倒入小半勺的盐 鸡精和白糖 一点点的白胡椒粉去新增香 两勺的生抽酱油 一勺的老抽上色 一勺的蚝油提鲜 最后再倒入一点点的清水搅拌均匀 调好味以后再准备一口不粘锅 往锅中倒入一些食用油 油烧肉以后直接打入两个鸡蛋 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 煎鸡蛋的时候要把鸡蛋煎得稍微老一些 荷包蛋煎好以后放到案板上切成小块 一个小时以后把猪头骨取出放凉 再准备一把小刀 把猪头骨上面的肉给剔除下来 这个肉就是当地熟成的柴骨肉 剔除下来以后再把肉切成小块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以后 洗锅热油 油烧热以后先放入姜和蒜 先把姜蒜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再倒入青红椒和蒜苔 继续翻炒大约半分钟的时间 把这几种食材都炒熟 半分钟以后再倒入荷包蛋和柴骨肉 淋入调好的酱汁 把火调到最大 继续翻炒大约半分钟的时间 让所有的食材都入味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 这样做好的柴骨肉荷包蛋 不管是拿来下酒或者下饭 都非常的好吃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喜欢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